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他却滑开墙外是世界顶尖试品牌中爱的亚洲面孔之一 人家可是排名仅次于刘文的世界超模哦 但是为什么孙菲菲没走维密 难道维密不足以吸引孙菲菲的眼球吗 世界超模孙菲菲为什么不走维密 孙菲菲与其他人最大的区别莫顾于对模特事业的专一 如果拿他和新梦瑶相比 只能说虽然知名度在国内有很大差异 但是两人在国际上的影响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以最高占价来说 现在最热门的几位超模都在逃步50里风光过 新梦瑶第32位请出陪第29位和孙菲菲菲在2014年的MDC排名里 名列第12位是仅次于刘文的中国超模 现在位于引达斯阿堪斯榜单 除此之外他还是唯一登选Vogue 美英法医四国封面的中国模特 在这边